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上个星期指出 当地近期的呼吸道病例急速的攀升 主要是因为解除了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流行感冒和新冠病毒传播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民众采取措施 降低患病风险 同时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详细的资讯 世卫组织指出报告显示 中国北方儿童出现了多起未确诊肺炎病例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跟中国官方公布的 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有关 又或者是单独的事件 世卫组织已经是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机制 来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流行病学和临床信息 以及这些报告当中儿童疫情的实验室结果 自10月中旬以来 中国北方的流感相关病例比过去三年来得高 同时出现了儿童集体感染肺炎的情况 除了要求中方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世卫组织也建议民众采取防疫措施 包括接种疫苗和戴口罩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